长山,先前时期本应叫做恒山,为古之名山,其实皇时曾于该地建有恒山郡,后恒山于汉校五帝时期正是被确立为五月之一,期间因必汉校文帝留恒的名讳,不改名长山,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,像与当年所封之长山王,其实更应该叫做恒山王的,不过,如果是叫做恒山王的话,便又与当时的恒山王重名了,当然可能古代的读音与今天不一样, 所以那时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,总之,为了方便金人读音,本文便继续依据史书记载,继为常山,照相张尔为常山王,诸相国,史记项羽本纪读上,汉元年二月,项羽封元兆国相国张尔为常山王,令都相国,而这里的常山,其实本应该是叫做恒山的,正是取齐始皇所建恒山郡之国,只因后来改名,便统一都改为了常山,因此,张尔所建的诸侯国, 并叫做常山国,按史书记载,张尔领常山国,黄兆帝,因此,除了原本被带国占去的一部分兆帝外,张尔理应控有当时剩下的其余兆帝,也就是秦始皇时期所建立的恒山,常山,巨鹿,邯丹三郡,到汉时,又把巨鹿郡分解成清河,河间二郡,因此,若按照汉书地理制中的内容分析, 则常山国大概控有四郡,常山郡,高地制,蒙约景观,属济州,河十四万一千七百四十一,河六十七万七千九百五十六,县十八,巨鹿郡,秦治,属济州,河十五万五千九百五十一,河八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七,县二十,清河郡,高地制,蒙约平和,属济州,河二十万一千七百七十四, 厚八十七万五千四百二十二,县十四,赵国,河秦,邯丹郡,高地四年为赵国,景帝三年复为邯郡,五年复古,厚八万四千二百二,厚三十四万九千九百五十二,县四,邯丹,湖上,常山国控制的疆域,大概就是在这四个郡的辖区之内,显然,光是从人口数字来看,常山国控制的地区,确实属于风雨之地,哪怕是只取其中三分之一,作为常山国当年的人口数, 也能看出,常山国的前代国力确实很强,而再看常山国具体的疆域分布,如上,常山国的区位优势其实挺好的,命运靠海,可为大后方,北部阉国虽大却穷重,不足为惧,西部魏国虽强,但周围小国太多,因此,魏国大概率上不会第一个就来进攻相对更强大的常山,所以无需太过重视,而唯一需要严阵以待的西楚,又因为有强其掣肘,因此,西楚大概率上, 也不会率先攻打常山,所以这么来看,常山国完全可以做山官辅斗,根本无需参与到诸侯混战中,只需到时候做黄雀即可,笑看螳螂捕蝉,然而,作为一手勾画了后战国体系的项羽集团,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强国有机会赤身事外呢? 的确,当时的赵国是没有什么外敌,可不代表就没有内患,而项羽集团做得最绝对的一件事,就是在常山国内又建了一个国中之国,也就是以南皮周围三线而建的南皮侯国, 而这个南皮侯国的国主,便是当时天下最为敌视张尔的原赵国大将军陈渝,明明项羽已经给陈渝定性为无功不得封王之人,却偏偏又要在常山国内建一个南皮侯国作为陈渝的领地,显然,项羽到底要做什么,相信当时的天下人都知道,那么,常山王张尔知道吗? 自然也是知道的,所以从一开始,项羽就为常山国准备了一份大餐,一份足以让常山国彻底陷入内乱的饕餐生涯,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,纵使陈渝不凡,张尔也肯定会想办法灭了陈渝的,毕竟张尔不是傻子,正所谓卧榻之所,岂容他人酣睡,陈渝的南皮侯国刚好位于常山国东部腹地,因此,除非张尔是愚蠢至极,否则绝对不会容忍陈渝继续存在的, 故而常山国的内战,其实是必然的一件事,下面说常山国的具体构成,常山国重要人物,常山王张尔,前202年基本世纪,先秦渝国大梁人,初为渝国名士,后遭秦庭抓捕,遂与陈渝一同逃亡他乡,陈胜起义时,其与陈渝携手效忠陈胜,后被陈胜派遣跟随武臣平定赵地,之后,又与陈渝一同拥护武臣为赵王,不久,赵王武臣为赵国叛将领娘击杀, 其变与陈渝拥戴元赵王氏子弟召写为新赵王,其出任赵下,陈渝为大将军,其与陈渝共挡赵国,巨陆之战前后,其与陈渝二人反目成仇,后其因驻项羽入关,遂受封常山王领固秦邯郡郡,巨陆郡和恒山郡,汉元年七月,南皮侯陈渝在齐国的帮助下起兵, 长山国内战全面爆发,汉二年初,长山国内战结束,其兵败逃亡汉国,长山国复命,汉三年初,其受汉王刘邦之托,辅佐汉佐丞相韩信征伐赵国,灭赵国,后因韩信的支持,汉王刘邦遂在封其为赵王领赵地,汉五年,其病史,汉庭为其四号警王, 长山国家制度构建,为赵制,长山国占据顾秦江土,秦区陆郡,汉单郡,恒山郡,约等于今天河南省一部和北省一部,山东省一部,长山国军队情况,按人口八十万数,则长山国军队应该至少在十万以上,此处纯属猜测,长山国存在时间,成立时间,汉元年二月,灭亡时间,汉二年十月左右,完。